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预计在11月启动第二波2600MHz的评补并标作业 那么目前国内5家业者已经提出了申请 最慢在12月初绝标 不过在竞标作业启动之前呢 30号已经在立法院引发了话题 有立委质疑可能会重演上一次的视照争议 对此NCC的主委石世豪在答询当中回应表示不必担心 4G跌破2600MHz的评补竞标将在11月正式启动拍卖作业 国内五大电信业者包括了中华电信 台湾大哥大 台湾之星 亚太汉远传等都已经提出申请 不过担心会发生类似第一波视照时所引发的争议 立委交委会上提出质疑 那我们在第一波的时候 由于有一些游戏规则定的不是很完善 例如说互相标到对方的一个频段 第二波呢不太容易出现类似的问题 是因为它并不会重叠到原来2G所使用的频段 那这一次所释出的是这个2.5GHz到2.6GHz的频段 并没有2G的用户在使用 所以相对上这问题会比较单纯 而针对艺人投资开发的交友软体时期 因旅传直播不雅画面 遭App Store和Google Play两大平台下架 立委也质疑NCC没有更严格把关机制 其实像苹果跟Android的系统都已经把这个下架 这就是自律发生的一个作用 你觉得什么都不必做 就靠自律就好 并不是 其实要国际的密切合作 其实很多欧洲国家都有类似的机制 欧盟大概都有 那我们都跟人家合作了吗 我们正在努力建立很多的触角 包括了广电法的目前进度也备受关注 像是针对党政军条款和完成有线电视全面数位化 都是本会期持续修法重点 郁电TV一四名陈彦霖台北报导